三民第一分局残民街派出所 援警离8月27日15时起执行巡逻群入 巡经三民区建国二路时 发现里南51岁 骑乘机车手持香烟且违规停离人行道上 便立即上前盘查 过程中里南身上散花融融酒气 援警当场对其施以酒册 酒册值超过法定标准值 当场将其代还手侦办 经了解里南称欲接孩子返家 所以才将机车停离人行道上 但浑身散花融融酒气 引起远警注意 实施酒册后超过法定标准值 远警询论你刚喝了什么 里南起初哀理直气壮便称 是昨天晚上喝一瓶旅罐啤酒 随后看到酒册值 惊讶表示哪有可能 昨天晚上只喝一瓶啤酒 而且很早就睡觉 睡到下午 直以警方酒测器故障 事后经远警调阅监视器 影像查明还原 发现里南凌晨二时许 还搭乘有人机车到处去续摊 里南称喝一瓶啤酒而已 应该为喝完第一瓶啤酒后 断片前的印象 里南看到监视器后 愣住了 表示已经真的完全不记得后面与 有人续摊这一段 全案讯后依公共危险罪 以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三民第一分局呼吁酒后物 酒驾上车以免害人害己 本分局对于酒驾零容人 持续取缔酒后驾车及重大违规等 行为以确保用路人行车安全